台湾远东集团传出在大陆上海江苏等五省市的化线纺织 水泥企业在环保土地利用等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遭罚款 那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 之前国台办表示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 那具体会采取什么措施 谢谢 近期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五省市有关执法部门开展了执法检查 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 在环保土地利用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及消防税务产品质量等方面 存在一系列的违法违规的行为 有关执法部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与法律为准审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处罚 那据初步了解 现已处以罚款及追缴税款呢 约4.74亿元人民币 并收回了其中一家企业的闲置建设用地 查处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相关企业违法违规的情况和予以处罚的法律依据 按照法定程序公布在了相关执法部门的网站上 大家可以去查询了解 第二个问题 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 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我们鼓励支持两岸正常的经贸往来 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 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企业 一边在大陆赚钱 一边给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元 对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和金主 我们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严惩